好,我们使用刚才的方法建立这样几个图层 分别命名为第二个,第三个和第四个图层 那么它们的排列顺序呢,也可以看出来 那么这个爪子印呢,它放在最上面这个图层 那么它可以覆盖所有在它下面的图层 那么第二层呢,则是一个红色的球体 第三层呢,则是这个黄颜色的圆角巨型 那么蓝色的多边形被排在最下方 假如我想将蓝色的多边形排列在最上方的话 只需要将它直接拖在最上方 那么它就可以覆盖其他的图层 如果我想将蓝色的图层放置在红色的球体 和黄色的圆角巨型之间的话 那么我只需要将它拖在两个图层中间 这个时候图层中间出现一道线 表示我们可以将它放置在里面 一松手,它就可以被放置在该图层之间了 好,这是把图层任意的放置位置的方法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怎样进行图层的链接 使用移动工具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所处的图层是这个蓝色的多边形图层 如果我们进行移动的话 只有这个图层可以被移动 而假如说我想同时移动蓝色的多边形和红色的球体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使用链接图层这样一个选项 那么在每一个图层的这个位置呢 都有一个框 这是我们用来进行图层链接用的 如果我们在这里单击的话 那么被单击的这个图层就会和被选择的图层进行链接操作 经过链接后的图层呢 可以被同时进行移动 那么我们可以将蓝色图层和红色图层链接后同时进行移动 假如说我想将蓝色红色和黄色图层同时移动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将黄色图层也链接在内进行同时的移动 而解除链接呢 则是在链接上再次单击 则会进行解除链接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将黄色图层解除链接 这个时候移动 可以发现黄色图层就不会再跟着移动了 感谢观看